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据外媒最新披露,进攻俄罗斯本土的不仅仅有乌克兰军人 还有北约的国家的部队 其中步伐是正规军,只不过是进行了伪装 北约军人参战不仅让库尔斯克战斗变得变化莫测 就连整个俄乌战争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进攻俄、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人数已经高达三万人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遭乌军突然侵入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消化 俄罗斯另外一个州也传出被乌军攻破的消息 刚刚新华社消息说 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14日宣布 进入了紧急状态 据北京日报报道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西北部的洪亚鲁家地区 有大约1.1万人被疏散了 据了解 比尔格罗德州位于近日被乌军大举突袭的俄罗斯 库尔斯克州南部还与乌克兰的苏梅州接掌 洪亚鲁家地区则地处比尔格罗德州 库尔斯克州以及乌克兰的苏梅州交界处 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今天早些时候宣布 由于乌克兰军队的活动 该州部分地区将进行人员疏散 此前乌军攻入今天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该州代理州长科米尔诺夫日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称 库尔斯克州有28个定地点 共计约2000人被乌军控制 斯密尔诺夫称 目前库尔斯克州已从边境地区累计疏散12.1万人 乌军袭击已知该州12名平民所 121人受伤 斯密尔诺夫还称 因为目前在库尔斯克州没有明显的前线 所以很难确定敌人的具体位置 该州已挖出了40公里长的反坦战壕 让人意外的是乌克兰已控制并占领俄罗斯1000公里的土地 政客报道 乌克兰官员周二表示 俄罗斯已将部分的军队撤出乌克兰南部 并返回本国领土 以试图抵御基辅军队不断升级的入侵 乌克兰持续的入侵引发了莫斯科的骚乱 俄罗斯总统对基辅夺夺取了俄罗斯南部 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地区的数十个定居点和大片领土表示愤怒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德米特罗·莱霍维向政客表示 俄罗斯已将部分部队从乌克兰南部的扎布鲁热和赫尔松地区交走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军队继续向库尔斯克地区推进 74个社区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乌克兰正在这些社区实施检查和稳定测试 针对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的制定仍在继续 希尔斯基通过视频向泽连斯基总统报告战况 格雷厄姆我很高兴你们不告诉美国 直接打正在访问基辅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格雷厄姆对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曾说基辅三天就会陷落 而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上 我很高兴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 而是直接打直接这么做了 据外媒最新披露 进攻俄罗斯本土的不仅仅有乌克兰军人 还有北约国家的部队 其中步伐是正规军 只不过是进行了伪装8月11日 军事事务杂志报道披露 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中 已经由北约国家的部队开始参与进攻 不仅乌克兰军队 还有来自多个北约国家的军事专家 都参与了枪攻库尔斯克地区 其实目前已经确认 北约成员国法国波兰英国和爱扎尼亚的军人 参加进攻行动 乌军是于6日早晨进攻库尔斯克地区的 最初参与攻击行动的只有数百人 但是最近报道称 进攻俄 不良斯克 库尔斯克和比尔格勒德的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人数 已经高达三万人 据报道 这些参加库尔斯克战斗的北约国家武装人员 除了雇佣兵之外 还有一些是这些国家的现役军事专家 并且这些人在进攻过程中还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 8月11日 乌克兰总统赞林斯基再次向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盟友发表讲话 呼吁允许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西方武器向俄罗斯联邦境内扩展打击范围 并称此举将使乌军加强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控制 并守住其他方向的阵地 最终有助于乌克兰在冲突中取得胜利 北约军人参战不仅让库尔斯克战斗变得变化莫测 就连整个俄乌战争都充满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 俄罗斯已经组织与乌克兰接壤的三个边境地区的7600人 疏散到安全地点 8月12日 库尔斯克州的乌军突然增加了坦克重炮等重型装备的使用 在此前的攻势中 乌军主要使用装甲战车和装甲运名车 尤其大规模使用轮式战车向前突进 但现在轻型的装甲车的快速突击已被遏制 无法攻克俄军据点 乌军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从后方调来了大批的重装部队 如此不仅可以继续向前攻击 破开俄军的防御还能保住现有阵地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8月12日观察到 乌军坦克和装甲运名车 从乌克兰苏梅州向俄库尔斯克州大规模的挺进 乌军重装部队源源不断的涌向俄罗斯领土 值得注意的是 乌军装甲车上面都印有白色的三角形徽章 这些符号可能是为了在战场上快速的区分俄乌双方的装甲车 以减小对有军的误伤或者说是最小化伤害 提高几方的进攻效率 与此同时 网上发布的航拍照片也证实了这一点 乌军重装坦克已经开始对俄军阵地发起了强攻 值得一提的是 8月12日 俄方公布了乌军的战果 库尔斯克州的代理州长斯密尔诺夫称 乌军占领了该州28个定居点 总的来说 俄乌军深入俄境内12公里 战线宽度约为40公里 也就是说 乌军占领了480平方公里的区域 同时他还称 库尔斯克州没有明确的前线 而且很多军事单位的位置也不清楚 这里可能指的是乌军机动部队 向俄定居点迅速发动攻击后 又迅速撤出该地区 这导致俄军在报告乌军 在库尔斯克州的进展时出现矛盾 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 也在当天发布了自己的战报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城 他们占领了库尔斯克 44个定居点 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像上面提到的 乌军在攻击后又迅速后撤 这就导致双方战报中的战果不一样 比如在苏甲地区 乌方宣称完全占领这里 但俄方则称仍控制这里 乌军特种部队 波拉沃小队在电报频道发布了两段视频 宣称他们攻占了苏甲 视频显示在8月12日 他们正向苏甲市中心开进 从装甲运营车车窗向外看去 整座城市空荡荡的 看不到活着的俄军士兵 也看不到当地的居民 也听不到战斗的枪暴声 俄记者发现 其中一段视频拍摄于苏甲卡尔 马克思街的一个商店附近 这里距离苏甲市行政大楼 约500米 这似乎确实能证明苏甲陷落了 知名博主尤里·伯多利亚卡 在8月12日称 苏甲外围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北部 原先俄军将马尔丁洛夫卡村夺了回来 但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后 乌军预备队又攻入了该村 并成功在该村南部站稳脚跟 而且还对临近的米哈伊洛夫卡村 发起了进攻 从而扩大了战区 在苏甲南部 乌军也取得一些进展 这里的普列霍沃村 原先被乌军控制 但从8月10日 俄军投入预备队强攻 又将该村的一部分夺了回来 并持续的向里推进 然而随着乌军预备队的投入 乌军不仅坚守住了该村 甚至又将村内纵深推进的俄军 反推了回去 不仅如此 乌军的破坏和侦察小组 还对附近俄军在切尔卡斯卡亚 和科诺佩尔卡村地区的防线 进行了探测 并成功控制了切尔卡瑟波雷奇尼南部 及其道路交叉口 在苏甲东南部 俄军在该地的吉里中部 伏击了乌军的一支车队 还在波尔基附近击退了乌军队的进攻 这似乎表明乌军是从西部 推进到了东南部 此外 布托利亚卡还称 乌军还向哥尔吉耶夫卡 乌斯彭卡和维克托罗夫卡定居点 发起了猛烈进攻 俄军被赶出了后面两个定居点 但哥尔吉耶夫卡 仍然在俄军的控制之下 乌军的这次攻击 能够改善其攻击集群的后勤补给 并保持在该地区的进攻 我先讲解决 我先讲解决